好 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好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打房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当然非常非常的一个意外了 因为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呢 对于利率是动涨的 那如果说调高了这个利率 但对房贷族来讲 就是有很大的压力了 可是他第一个他动涨 但是呢 他加码要打草房 这算是他第五度的出手了 对于双北 新竹 只有八个县市 这个第二户的房贷的上限 就是七成了 那这样子会不会引发一些 要买房子的人有一些压力呢 好 你们现在赶快看直播 你们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中华流行网 这个YouTube的官网 也可以上我们中华流行网的 脸书的官网 也可以上我们中华流行网的 理财生活通 好 官网 你就会知道我干嘛介绍这么久了 我旁边的人还没有来啦 好 因为可能是现在一阵大雨啊 那他就跟我说会晚一点点 好 所以我就要 诶 有人说没有声音啊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啊 有人问说张老师在厕所吗 没有 他还没到 我觉得是外面的大雨 我现在从这个窗户看出去 真的是灰蒙蒙的一片 灰蒙蒙的一片 那么可能是大雨所耽搁了 好 我要讲的是我们待会的节目内容 好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讨论一下 这个央行寄出这第五波的房市 啊 信用管制 那么对于打房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 会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然后另外呢 好 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好 讨论一下 就是有很多人的退休宅 那么都会想要选在 就是青山进水的地方 还是有很多人说没有声音 是不是我们的直播没有声音 好 我们正在努力当中 我们直播是没有声音吗 广播正常吧 广播都正常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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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声音 很多人跟我说没有声音 真的没有声音吗 现在有啦 好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刚刚就讲说 房地产我们会讨论两个部分 第一个大概就是央行打草房 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讨论一下 那第二个呢 我们会讨论一下退休宅 退休宅其实有很多人会买在宜兰 好 那这几年当中 郊西听说交易非常的热络 好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嘛 你现在要去宜兰真的塞车 好 所以我一个朋友 他老家就在宜兰 他就跟我说 好 你不要说你了 我都不想回去了 好 因为回去就要塞很久 好 然后呢 再回台北也要塞很久 好 那双北的退休族 都很喜欢宜兰 我也非常喜欢宜兰 好 总觉得他的山里我好近啊 然后一望无际的 东西也好吃 好 那假日都塞车 那还是有很多双北的退休族 那很喜欢这个宜兰也好 郊西也好 都在那边制产了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郊西那边房子很多 哎 价价也都不便宜了 那像我有很多的朋友 也是买在金山万里的 那也是青山近海的 我就觉得台北其实蛮幸福的 都有很多的地方 那么就可以看山看水的 那到底买这个退休宅 适不适合作为我们退休的一个考量 那我们的考量点到底要什么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好 如果你们看直播 就请大家同情我吧 就只有我一人 那个人还在路上 还在路上 好 那房地产呢 其实最近有一些新闻 第一个如果你有房贷的 你都会知道说房贷真的变多了 第一个当然会压缩到你的生活 第二个我们发现到全球富豪 他们的家族都会不断的买房地产 对不对 因为你房地产你买了 真的就对于后代子孙 那当然是很有帮助的 可是也因为房地产 这个价格还有利率的一个上涨 很多的家族也说暂时不买了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大陆 大陆的新闻出来之后也让人家触目惊心 就是25岁的女生 好 她去买房子 好 买了这个贷款 贷了两千多万 那后来呢 这新闻是说 她疑似扛不住房贷 跳楼了 这新闻看起来真的是很难过了 怎么样能够衡量你自己的能力 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 有人跟我说 她本来要去买无期 但是已经长一辈了 她就不去看山看海了 好 雨爆炸大 在永和 雨爆炸大 各位啊 你在哪里 雨大吗 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只能从我的录音间看出去 灰蒙蒙的一片 对 灰蒙蒙的一片 因为我在十楼嘛 所以我看不到大家撑雨伞的一个状况 但十楼看下去 就是灰蒙蒙的 灰蒙蒙的 好 然后有人说 先送美女雪花般的赞 感恩您 感恩您的陪伴 好 人口都负成长了 这房子还是拼命盖 到底是要卖给谁 卖给谁 好吧 这也是个大问题 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呢 看盖房的地方 我觉得只要有工作的地方 有工作 不管有工厂 有办公室 那么需求还是会很大的 好 有人在三重 三重在下午1点50分的时候 雨停了 三重的雨停了 三重的雨停了 现在看起来 好 有的是大雨 有的是雨停了 好 房地产总之呢 是长得真的是蛮离谱的 房地产长一直就我们很忧心的问题 也就是是年轻人真的就是没有了盼望了 房地产长成这样子 薪水也追不上 那你叫他们能够安身立命 然后这个娶妻 生子 他们都会觉得 拜托 我自己都养不活了 我怎么去养房子啊 然后还有说房子都没有 谁要嫁给我啊 然后不能够给孩子跟这个心爱的人伴侣 一个遮风避雨的房子 他也觉得算了 就算了 有人说天母刚下了一阵大雨 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在下雨 所以气象局讲的其实蛮准的 哎哟 我跟你讲 开直播就是没有办法 大家就会知道你现在默默的进来了 用下记录 你在电梯有听到我在讲吗 没有电梯没有 电梯好像 电梯没在讲 那要跟老板反应一下 为什么电梯没有在播我们的广 只有那个 Lobby那边有 Lobby那边有啊 你是因为被雨耽搁了吗 对啊被雨啊 所以下的捷运站就是 噗 雨非常 哎都湿了 哎我可以给你摸一下吗 姓骚老 你兔 好我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好不好 天时地利不动产顾问公司 大家非常喜欢的张新鸣张总 张老师好 韵芬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跟你讲啦 下雨天就是不能穿牛仔裤啦 牛仔裤它湿了以后就一直往上湿 粘在 粘在 对对对 而且会让它一直湿上来 然后你就会觉得裤子很重 对没错 哎呀你经验丰富 对我以前也都穿 穿球鞋 然后穿那个 牛仔裤 我就会发现我的裤子在很重 你知道吗 而且如果越来越湿的时候都会觉得 越来越重 会被掉下去 好有人说凤山雨停了啦 好我们要先让那个我们的张新鸣先歇一些 歇口气喘喘气好不好 让你喝一点水 然后你擦一擦你的那个好不好 你要戴帽子还不错啦 对啊我讲说诶 误天暗地的会戴个帽子还比较保险 对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张新鸣张总张老师来谈这个问题了 你觉得央行要寄出这个打草房这个措施 就是限定地区要限贷七成 你觉得他是无预警的 还是他是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我觉得我们的央行 事实上他们在做出每一个新动作的时候 都是有备而来 都做了非常足够的那个功课 所以呢这一次他 他应该是历次来啦 他每一次 现在已经第四波到第五波了嘛 他每一次宣布 就是今天宣布 明天就马上施行 那不像内政部就说 还要修个法 还要在立法院公厅会 还要再做那个什么 预告预告的期这样子 那偷偷偷已经偷到半年了这样子 那所以央行基本上他的政策工具 就是说你可以降低 这个所谓的增加或是降低贷款的层数 那另外一个呢 你也可以要求这个新农机构 怎么样去把这个利率压高这样子 那这个这部分就是央行 他希望说我们的目前的房地产市场 还可以能够再进一步的冷却 因为他看到的就是有人买两屋的这份的占比的话 是持续在增加 那主要金融机构的他们的乘坐的房贷的这个金额 还是持续在增加 没有说大幅度的修正 那这个央行是希望说 借由这些相关的指标 然后把这个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 而且可能不要再继续所谓的泡沫化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境界去 那所以央行就是看到有些什么 这个风吹槽动 他就开始踩刹车 风吹槽动他开始踩刹车这样子 那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次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八大区 就是我们讲的六都家新竹县市这样子 台北新北 桃园台中台南高雄新竹县市 对我以前就已经提到过在我们澎湖南总裁的时候 他就采取那个所谓的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说你在这边把它抠起来 你不能在这边买第二屋 那你就会把这些资金趋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部分央行可能也会滚动式的管理 到时候如果这些钱再转到 可能相对这个非六都的地方 也许是彰化云林嘉义 那到时候这些地方可能又涨更多这样子 那大道理会影响到谁 提高到七成 说实在以前房地产也没有说带到九成 我们现在看到报纸都会写说 以前如果说你要买房子两千万 你大概可以带到九成 可以带到一千八百万对不对 那你就要自备款就是两百万 那你现在如果带七成一千四百万 那你这个自备款对不对 你要多很多 没错 他就是把两个门槛都拉高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自备款要变多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你的还款 如果说这部分也是相对利率拉高的情况之下 因为这次是没有调升利率 可是这之前已经调了五波这样子 后续可能还会有 因为这一次联准会没有再调 可是联准会已经说今年可能还是有一次 对 至少一次这样子 那以前也没有贷款九成 我记得以前大概也是七成八成 真的没有到九成 没有没有 那报纸为什么要这样写 是建商说要这样写吗 因为建商我看是超不爽的 因为这个可能是央行他们跟金管会做金检之后看到的一种现象 就说还有一种所谓的购物贷款还是要可以达到九成 那个是我们讲的保存条款 那时候彭外南总裁找了几家公营行库的老董去喝咖啡 因为那时候是市场上传闻说有一瓶三百万的房子卖出 对对他不爽了 他就不爽他找这些公营行库来问问 你们家有没有贷款给三百万的购物者 他说没有 一个一个问难 最后都没有 他松了一口气 可是突然有一个V的老董跳起来说 包括彭总裁 我们没有人贷款 贷到贷给所谓的两百万三百万这样的一个豪宅 可是我们有银行同业贷款给购物人的话 那个自备款只要一成不到 所以那时候他开始就就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打草房出来 好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是维持基层的话 其实当时你有没有记得 你来我们节目本来就讲过了 自备款大概都要准备个两三成 对不对 那时候我刚开始在写经文口的时候 就是三三原则 三三原则三成自备款 那后面的房贷的话的每个月还款 大概是你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样是最理想 可是最理想大概很难做到 对对 那现在到底会影响到谁吗 第一个就是换屋主嘛 我觉得换屋 因为换屋他很纠结 他可能会先买后卖 这就很纠结了 这两姐就已经纠结在那边了 那第二个就是可能父母亲 小孩子 觉得这个父母亲住的那种所谓老公寓 没有电梯无障碍设施 他们想说帮他换一个房子 这样子 可是这个部分就可能就会卡在这个部分 造成他们可能资金的不足的一个 大概有一成半这样子 你是说子女要孝顺父母亲 帮他换一个房子 或者买一个房子给他 那我钱就会被卡住 因为我就是第二间房子 就是第二间房这样子 对 所以我刚才提到另外一个效应 就是说区域嘛 把这些资金都赶到 可能相对比较像农业县市 或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伊兰 或是郊西啊 这些地方去 造成他们的房价 可能就更加的这个所谓的节节升高 对 你就管制这里八个县市嘛 那我就不在这嘛 我去别的地方嘛 此处不留野自有留野处啊 对 然后我等了半天之后 他还是会涨嘛 对 对不对 就看准你这个政府 就是无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嘛 我就去别的地方吵 别的地方吵 吵了还是会涨嘛 看人家又瞧不起你 这大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欢迎理财 收获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 天时地利不动产顾问公司 总经理张新凌 张总了 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聊过了 就是说 如果有换屋的人 想要买房子 孝敬长辈的人 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冲击啊 那我想要问的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那种交屋的纠纷啊 对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央行可能他 这边比较私利不作援 就是说 我两年前买的 那 可是我名价已经有一幅房子 那到时候要交屋 他跟我讲说 这个插了一层 那这个部分 你如果说真的 有时候一文钱就 逼死一个英雄汉 这个一层一层 我就不能带给你啊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衍生出来 交易就分这样子 对啊 所以要建商跟消费者 这一部分 可能要好好协商一下 对那怎么办啊 第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建商 他自己用 公司来帮你 公司带来带给你 可是 利息就会高啊 利息比较高 然后可能三年内就要还完 或是说五年内 他的一个宽限期限 这样会被逼死人啊 对啊 还是会啊 只是说 长痛不如短痛这样子 你还是赶快把它还一还这样子 这个也是现在 可能你讲的 就是那种预售屋购买的这个买家 他还没有交屋 到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 紧箍咒给卡住了这样子 那看起来是 弊大于利啊 但是对于打房真的有效果吗 我想要问的就是这一句 他会让交易量萎缩 现在已经萎缩了 还在萎缩 再萎缩 然后呢 量又不跌 对 然后他也是希望说 借着我们大家在常常讲的那句话 量先价而行 你一直萎缩一直萎缩 多少少一定会有人动不掉嘛 对不对 那可能 还有我张某某 我买了一户易售屋 我可能真的没办法缴款 那到时候可能就用抛售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或是说像一些小的建设公司 小的建设公司 他们可能本来想说 看来两年前大家都赚大钱 他也去买一块土地来盖 可是盖出来之后呢 反而是华人问津 那这样 如果说央行在那个所谓 余屋贷款这一部分 又给他做掐紧的话 可能会让这些小信商 就可能面临到倒闭的危险这样子 对第二户的人影响很大 第三户以上就是只能带四成 对那就越来越严格 我是赞成的啦 因为你就是有囤房的那个嘛 那我们听众朋友在问啊 就是说那为什么不实施囤房 其实我们前节目讲过啊 就是不敢啊 对应分也是非常清晰的 在分析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 如果你是全国的那个总归户的话 那到时候说要囤房税 你这已经超过三户了 对 所以其他三户就要再往上调高这样子 这样才是会有效 这样才会能够达到 这个把那些囤房的房子 释放到市场上来 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租 或是去买这样子 但是就是只要是跟中央有关的 就很难统合 很难统合 而且就是说 我们都有身份证总归户很难吗 不难啦 因为他们事实上也都有在做统计 所以就不敢嘛 都知道说某某大户 他这个名价有20户的房子 这个之前好像也有公布过嘛 可是就是因为可能选票吧 万般皆下评 唯有选票高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部分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如果实施的话 这些有钱人这么多的房子 到时候我们把它刻个囤房税 大家不开心这样子 说实在的 我也知道就有人在这个脸书上反映说 哎对啊 很多有钱买房子哪需要贷款 我现金直接给你啊 对你也管不了我啊 对啊你都是打到那个要贷款的老百姓 没错啊 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状况 嗯嗯嗯 可是我觉得那个司法人应该好好打一打 可是我觉得司法人政府也是打了那个 挖面砖倒飞这样子 因为他把那个都庚围绕和核建 事实上都把它绑在里面去 等于是陪葬的感觉 嗯 就是说假设我是一个建设公司要来整合这个都庚 那我看到有几户已经 嗯不想再住下去了 他们可能不晓得说 未来整合要多久 他就说那我要卖掉 那建设公司可以一户一户房买下来 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他到时候在比例上面 可以比较达到 那他一个政府都跟了一个要求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也不会短时间 再把这些房子卖掉 所以他跟那个所谓的 炒房的司法人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司法人他可能设立一个公司 他根本公司也没什么业务 只是说看到有房子低价就买进来 那短时间又把它卖出去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就有一次在形容 就是说 那类似就是说 有人在盖房子 那旁边是捷运在跑 那两者本来是平行线不相干的 可是哪一天会 谁知道会有一个塔掉 把它掉下来 掉到那 这个所谓的捷运上面去这样子 那现在这个政府的司法人 购物这一部分 就大概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出现 对 这个对这个打房 我觉得会不会赶在选举之前 然后讲一讲 然后到了选举以后又说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因为政府的了解大概就这样 因为我们过去常讲那个淡江大桥 它就是一条浮桥 那选举年来的时候 他们就浮上来 选举结束之后就存下去了 因为没有经费或是说相关的这个营件的相关的成本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选前我丢一个政策 就说我上当选的话 我要盖这个淡江大桥 可是选完之后就沉下去了 你说沉下去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啊 现在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啊 就基隆捷运啊 对啊 基隆捷运就是已经拖了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拖了几年了 本来是说 就是有承诺嘛 就是说要盖嘛 对要盖啊 经费都已经拨下来了 可是连动工都没有 其实我是赞成的 我觉得我是公共建设我是赞成的 因为有捷运的话 其实大家通车通勤 方便多 也比较方便多了 对 而且就不用再自己开车 制造那个二氧化碳的污染这样子 可是也没实现 好吧 所以我跟你讲 我觉得对于打房 虽然是有一些政策 你刚刚也讲有配套嘛 对 可我老觉得只是会在选前找一个空档 然后把这个问题让大家说我有在做事哦 然后呢就慢慢的就fail out了 然后就没有人管 就没有人管 对 然后接下来就选举了 对不对 然后就如火如荼了 好 那我们待会会来聊一个议题 也就是退休宅啊 退休宅 很多退休的人其实很喜欢宜兰 对 我也很喜欢 我超喜欢宜兰的 但是我只有一个不大喜欢 就我开车技术不好 每次导航都给我挡到那个禅中 我就不想 怎么会 他们的路都这样啊 如果你要找最近距离的时候 我都卡在那边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那都进退失去 那我们来聊一聊那个交溪 交溪交易非常的一个乐乐 我们带来聊聊退休宅你的看法 然后交溪的一个房地产 好 这种养生住宅该做 退休宅该做怎么样的观察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张欣明来好好谈一谈的 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退休族 很喜欢宜兰 你喜欢宜兰吗 宜兰我也蛮喜欢的 我也蛮喜欢的 如果没有塞车的话 休息一下马上就到了 而且我觉得他的山好像矮矮的 对对对 然后看起来就很舒服 很辽阔的一个感觉 没错没错 一出了血碎 哇整个就很开阔起来了 对没错 让你有所谓的流氓花明幼衣村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我跟他像我们的后花园一样 对啊没错 那你怎么不去那边买一间 呃 因为我对这个所谓的退休宅 或是有些人把它定义 所谓的休闲不动产 这样的产品来讲的话 我看到过去的历史 几乎没有人是全身而退的 哈哈哈哈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所谓的 不管是退休宅 或是这个休闲不动产 他的那个总价 大概可能至少要三到五百万 要要 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那你如果说真的是喜欢泡汤 或是说你喜欢去度假 那你去住一些Visa 或是说这个所谓的 高档的这个 就大饭店就好了 你干嘛自己还要花钱去 你三五百万 那生的利息也足够你在台湾 走走圈 好理性啊 就是可以让你玩台湾玩透透了啦 不用再这样 每次你要去 本来是要做退休宅 可是呢 这个去的时候先打扫一打 一整天 第二天就没力气了 可是我朋友多好啊 有时候我交系有房子啊 你要来泡汤 我钥匙给你啊 你就过来住啊 我这样看起来好骄傲啊 对啊 对有钱人都这样啊 没错啊 确实有这样的一批人确实存在 因为你刚才提到交溪 交溪就是这几年来 推出蛮多那种温泉宅 都是诉求台北客 那大部分也是比较是小单位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可能让你在自己的家里面 就可以泡汤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个退休的这样的一个宅邸的话 你也可能 如果是真的要锁定温泉宅的话 你要了解哦 他是不是互附都有这个所谓的温泉 或是他只是在公共区 公共区里面有温泉 这个部分就差异就很大了 对 所以他呢 因为他的建造的成本也会不一样这样子 那我有看到就什么 宜兰交溪不动产的什么经纪人都讲说 那个外来客买房子 占比是有七八成左右 然后每一瓶的价位也在飙升当中 那对于买的人 你要祝他幸福还是怎样 我当然祝他幸福 还是叫他赶快卖掉 然后赚钱为上 因为有钱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他们想说这个花个三五百万 在那边可能对他来讲也是小钱 真的想要去度假休闲的时候 再去这样子 或是说甚至找那个终点打扫人 帮你先打扫一番 然后再过去这样子 你这房子真的要打扫 你知道要是没有打扫 没有打扫不能住的啦 而且里面一个煤味这样子 会有煤味喔 对啊会啊 你如果是那种温泉宅的话 所以如果买这种第二个住宅 你也不用考虑到 他到底什么价格合理啊 或怎样 反正你就是反对 我本来想问你说 有没有合理的价格要怎么的判断啊 你就是反对反对反对的艺术啊 那个脸我就知道了 因为休闲宅或是退休宅的话 基本上都是比较个人式的一种产品啦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会很喜欢很喜欢 可是呢就是刚才提到 他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所谓的 使用力不高之外呢 后面就会衍生一些所谓的这个恶性循环 比如说我都不常常去啊 那你还要跟我收管理费 有时候就like管理费不收 就不缴了这样子 那造成有些公共设施 到最后呢就放会在那边这样子 对因为我又不常住那里 我也没有常在用 对啊你们常用的要缴 可是每一户都要缴自己的管理费啊 对啊没错 那这个如果说又有游泳池的话 还要请一个救生员这样子 那这个都是会参加社区的一些 公共的一个管理的负担这样子 然后宜兰我觉得好会塞车哦 就是写税这一段 最主要是写税这一段 现在就是一二三四五 对对 就是说塞到不行啊 已经有人跟我讲啊 就说宜兰已经没有三五百万的房子了 对我是假设那种小单位 你看假设 你看可见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听说八百一千了 八百一千那个已经算是两房以上的产品 没有他说十五到三十平 十五到三十平 那那真的是脏很多 所以你吃米不知道米家 因为宜兰的房价跟郊西的房价 这几年是这样 点点的去 对所以感受到 有时候一段时间没去 你就发现说 他又涨了一段 价格又涨上去了这样子 所以你看你看当时没买 就会觉得很惋惜啊 然后像我朋友有买了 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啊 对啊 我不会惋惜啊 因为他钥匙会给你吗 所以你会把这个钱 然后就当成是旅游经费 想住哪就住哪 想要哪个饭店就哪个饭店 然后你不会去买个退休宅 你不会被绑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的机动性会比较高 你的机动性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啦 就是有一点闲钱 太多人问这个问题了 就是有一点闲钱 然后他因为也年纪大了嘛 那我也不想要去赚什么钱了 所以你也不要告诉我 什么黄金啊 基金什么都不用告诉我了 我想要买房子 对 然后又要避开这个都市 都市里面都是水泥墙 水泥聪明 对对 然后要离开这个双北的话 那到底哪里可以考量 像我们有个朋友刚留言 他说那个他要想要去买五七 五七 就他说也涨一倍 涨一倍 也有涨一倍 涨一倍啊 对啊 因为那个最主要就是 有一个大的建筑集团 在那边推出一期二期三四五六七八期 推了将近上千户这样子 那黄价就不断的往上涨这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一字头二字头 然后再慢慢涨到 现在有可能有人喊到 可能已经快要到三字头以上了这样子 对那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 这几年来因为outlet的一个效应 让很多的中部的民众都想要去尝鲜 了解这个outlet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你说台中的那个outlet 对对对对对 我上去还有去逛一下 对新的 对没错 你是那个后后车站 我讲的是那个海线的那个outlet 对 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那个outlet的是山井outlet 那这边是Lalaport 我是去Lalaport Lalaport嘛对 他们两个定位是不一样 我是去Lalaport 我这么那个潮的人 当然要去最新的地方 可是我这放在哪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张欣明张老师张总来谈一谈 因为我们有讲过就是说那如果有钱他也不投资 那他如果真的要买一些退休仔 我知道你就说都不愿意啊 那那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考虑吗 北中南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北大特区嘛 北大特区 对对 那个地方真的还还蛮适合退休组的 蛮适合退休组的 那他开车到台北市中心大概二十几分钟嘛 就是要不用到台北市 他在那边已经制成一局 对已经制成一局 我记得以前来你唱你节目的时候 你说去拜访那个北大特区的朋友 对 中午进来要吃个东西都 找不到啊 找不到这样子 后来我们再几年访问 人家在那边做蛋糕的开咖啡厅的都有了 对什么商家都已经有了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重划区的一个例子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个大的引擎 台北大学全部办过去了 那因为他们的那个教职员啊 可能也会就近在那边买房子 那学生呢也会就近租房子 所以他那边的空置力很快就已经大幅度的下降 以前我们大家都会讲说林三诞是鬼城 我自己也写一篇专栏 被那些住在鬼城的人骂得要死 说我们就是买不起才要住到这里来 你还说我们鬼城 很浅嘛 那有人讲过啦 就是说到底现在 你知道吗 有人刚有讲啊 他说有看 这是石门水库的啦 然后要退休的话 医疗跟生活机能都很重要 对啊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考量 有人说去住金山啊 金山的话有金山医院 金山有金山医院喔 有那边台大的金山医院 台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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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那里怎样 那里的话 还OK 可是采买比较不方便 对 因为那个地方相对离市区太远了 可能比你到宜蘭去的还要远这样子 宜蘭好像就是同吃的啊 什么餐厅都很多 对都很多 对 那金山万里我知道这早期有很多建设公司 在那边盖房子 还有山支 都是盖了那些休闲宅 最近看到那个有一个鬼屋 他们把他媒体讲说鬼屋 他们要重新整修 然后再活化再利用 那我就看到有人在讲说 这个部分有些人都已经不在台湾了 都已经找不到那个屋主是谁了 那有一天在那个脸书上面 看到王应杰说 我也有一户 女朋友 王应杰 也是老房地产的人 房地产界的人士 所以这个休闲宅刚才提到 几乎没有人全身而退 大概都是 这个如果说不想再要的话 卖掉可能就是赔个 这个一两百万都有可能这样子 对啊 就是说如果你可能要自己住还OK 可是你卖一定赔啊 对没错 买到一定赔到啊 大概都是这样的就是像新车的轮胎一落地就是开始在折旧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退休族如果要喜欢智产的话你只有推北大特区 中南部呢 中部的话就是像东海附近 我觉得还不错 对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艺术村吗 那也是很多那些创作者或是退休的族 而且我朋友住那边 所以他可以去那个东海大学校园那边走走 还不错 对因为我刚才提到北大特区就是因为他的校园也非常大 那这样前一阵子不是樱花在开吗 很多人也都跑去那个北大特区赏樱花 他种了好多树 好多樱花这样子 那你讲那个东海大学那附近 那个东海大学的校园更大 对对对 而且东海大学附近别墅很多 对对啊 没错 那是早期盖的 好那南部呢 南部我会比较选在澄清湖周边 澄清湖喔 澄清湖周边 澄清湖 那边也有医院啊 好像有一个 可是那边我记得也是一堆豪宅 对啊那边也大部分都是豪宅 那退休族圈买豪宅 哇 他这几年有推出那种大楼型的 算是面积比较小 我觉得澄清湖那边很多都是那种独栋别墅的 别墅那个就是总价高的 那个也是一般民众 自助的一个产品啊 啊现在 发展出来就是 电梯大楼 他是为了 刚才你讲的退休族 他们需要有无障碍空间 有无障碍空间是最主要的一个考量 对 无障碍的空间 对 然后要有医院 要有医院 有生活机能 因为所谓无障碍空间不只是电梯 你都没有讲要用米其林 不用了 米其林不用了 对退休族吃香的喝辣 很大的 我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无障碍空间除了电梯之外 就是说有些像浴室 到浴室我们大概都还有一个门槛 那老人家退休族的话 他有时候要做轮椅 他那个门槛就取消掉这样子 这个部分就有特别去精心设计了一些所谓的无障碍设施 那很细节 因为有水挡着让他们就是让那个水不要泼出去 对啊 对啊 所以他那个门槛拿掉之后他们会在那边再设一个水沟 让他不会说淹到客厅来或其他房间去 有人问你桃园大溪如何有别墅可以住 桃园大溪 我觉得他生活技能应该还不错 还不错 对 大溪这几年来发展的也蛮蛮不错的 嗯 可是大溪啊 城青湖景观都被破坏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啊为什么 就是一些 我几百年没去城青湖了 刚才提到那些高楼大厦啊 就是他们拼命盖拼命盖这样子 让大家感觉到说好像天际线都被破坏掉了 嗯 嗯 可是这个是建商将本求利的一个方法 他们当然要把他的那个所谓的盖房子的那个利润 极大化这样子 嗯 三峡没大卖场 是哦 嗯 大卖场 嗯 你也不是天天去啊 是啊 但是至少一统一采购嘛 嗯 所以大卖场你觉得反而不重要 反而医院重要啦 我好久没去带卖场了 哈哈 对 因为好像要买太多了 对没事 因为买太多 有时候就要隔很久才去这样子 嗯 所以如果说退休族真的要考虑的话 就是你自己要过去住 嗯 对不对 然后 最好是那种所谓的那个long stay 型的 对 然后你不然的话你就是比方说那边住个半年 对不对 嗯 然后再回来住个半年 嗯 对不对 有人有人是比方说台北如果天气比较潮湿比较冷 他就去个南部住一下 对对 避暑 避暑嘛 嗯 所以这样两边可以考虑的 可以考虑对 然后那个宜兰就已经太拥挤就out了 依然也不是说太拥挤 就是血碎拥挤 对啊 血碎拥挤 对 所以这个 你就做客运啊 未来有高铁哦 未来有高铁 没有65岁有半价哦 对如果你这个第二宅的话 然后你又不要这个开车的话 嗯 其实年纪大的开车也比较辛苦啊 辛苦辛苦对 哦 好 总之呢 要提醒大家留意一件事情了 就是这个打房政策 但是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 这跟我们的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联 没错 那另外呢 这个 退休宅 我跟你讲 张新明的脸 跟他的话就告诉你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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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还有一句名言啊 要喝牛奶 不要去养一头牛啊 这种是男人的名言哦 男人都很喜欢讲这一句啊 好 这个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天时地利不用产 顾问公司的总经理 张新明张总 我们下次再见了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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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